师父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 跟这个师父说的有关系的 有一天有一个小和尚 挑着水桶好不容易打了满满的一桶水 刚刚走了没多少步 一颗石头一滑 整个滑倒 自己摔了一跤还被吓了一大跳 辛辛苦苦 从大老远好不容易打上来的水 全部撒光了 一时他非常的愤怒 用脚踢这些石头 而且心里嘴巴里还在骂 都是你们不好 这时候脚一踢 不但人滑倒了 连水桶都摔破了 事后呢 他就去问自己的禅师 他的师父就跟他说 孩子啊 你先坐下 我和你讲个故事好吗 你听师父跟你讲一个故事 来平息一下你的情绪 冷静一下 否则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 这个小和尚就说了 那师父你告诉我吧 这个禅师呢就开始说 曾经呢有一只骆驼 在沙漠当中行走着 正好在太阳像一个大火球的震舞 晒得他又咳又肌 就是又嘴巴干又饥饿 在焦急万分的时候 他一肚子的火不知道往哪里发才好 正在这时 没想到一块碎玻璃片 把他的脚掌给弄破了一点点 比较痛 但是呢还没出血 这个时候呢 这个骆驼呢又饿又疲惫 累得不得了的骆驼火冒三丈 他抬起脚啊 狠狠地将碎片的踢了出去 却不小心呢 把他原来的伤口啊 撕裂开来了 伤口加深 鲜红的血 从骆驼的这个脚底流了出来 染红了沙子 这还没完呢 生气的骆驼 只能一拐一拐地往前走着 走出的血印子 引来了在天空飞行的秃鹰 大家知道那些天上的秃鹰啊 就是闻到血迹啊 它们就会飞过来的 骆驼被吓得往沙漠边缘狂奔 想躲开它 疲惫再加上流血过多 无力的骆驼仓皇当中 没想到又跑到了一处 食人椅的 这个他们的巢穴当中 这食人椅就是吃人的蚂蚁啊 很大的 他们那些食人椅啊 一闻到鲜血啊 那些黑压压的就像骆驼扑过来 不一会儿可怜的骆驼就鲜血淋淋的 倒在了地上 被这么几万只的食人椅啊 蚂蚁的椅啊 就是啃了 啃光了 禅师讲到这里对小和尚说 孩子啊 你知道骆驼在临死前 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这时候小和尚终于明白过来说 师父 骆驼最后悔的事 不应该跟一块小小的玻璃碎片生气啊 我们学佛人 从这个故事当中就要懂得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平息自己的情绪 冷静一下 再对待这件事情 就像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 自己心中有结的时候 你先放一下 先不要去碰它 不要去过去 先放在边上 否则你会造成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 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一样 遇到不开心的事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暴跳 我们很多人失去了理智和冷静 这样会影响你的心胸啊 所以学佛人心胸坦荡 善待生命 善待他人 你才能善待自己啊 成就人生的大事 那需要有超长的承受力 一个能够成功的人 他是有超过常人的那种 承受力和忍耐力 你去看任何一个成功的人 他一定有忍耐力的 这样我们学佛人 每一天的念经 吃素 学佛 救度众生 不就是靠着我们的忍耐力吗 当我们有一天 进入了西方极乐世界 当我们进入了心灵净土的时候 别人羡慕啊 这个时候你真正的享受到天界的那种快乐的时候 那就是靠我们现在一步一步 这么踏踏实实的忍耐走过的 所以走向成功 要学会克服困难 喜怒哀乐 只是我们人之常情啊 很正常的 为什么有的人碰到事情就会怒发冲冠呢 有的时候就是暴风骤雨啊 而有的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总能和颜悦色 春风化雨呢 这就是内心的平衡点 掌握的好与不好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调整自己的情绪 多想一想 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的 生气的时候 多问问自己 你有没有时间再去气这些事情 你有没有多少的生命 再去浪费在那些生气的事情上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要懂得是非天天有 不听自然无 所以是非天天有 不听还是有 那么是非天天有 你每一天都是在找理由 台长讲 心中无是非 你自然 心中无是 自然无非 阿弥陀佛